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不能给人送啊 我得平 我就没明白 不是他们干这缺德事干嘛呀 我真想不通 我到今儿我都想不通 人家说是为了蹭银流量 我说蹭流量干嘛 蹭流量是为了什么加大他的这个知名度 他要知名度干嘛 说人家好卖东西 我那带货就完了呗 不得黑我 说我自己就弄了一个多亿 我上哪弄一个多亿去 哎哟 干嘛呀 要是我以前 早急了 我惯着吗 我真的是个怂人吗 什么我 真的我一句子扭都没有 人说什么 好嘞 照办 您实名举报 我来迎战 在节目里从来没有正式 说过这件事情 节目里啊 我从来没有 那些演唱会 因为是在武汉 我才第一次说 今儿是我第二次说这个事情 在节目里 正儿八经的 网上这位网友 先生太不应该了 他差点就把一个好人给葬送了 看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忙啊 现在人谁敢 谁敢管啊 没怎么着呢 您就猜人家了呀 也就我了 扛到现在 我们之所以敢叫韩红基金会用韩红的名字 就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监督 它是个双刃剑吧 死就死 死的不是别人 就是韩红 你敢出去耍 人家都可以 你不行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 我也孤独 不能出去 哎呀 真是 那样子就是 可能所有人都想不到 要过这么一个理性谨慎的生活 很累 是啊 因为我又是个艺术行业的人 那个有些冲动啊 你敢 太正常了嘛 太自然 特别正常 但是我不行 特别累 好多年都已经 不出去玩了也 因为我去玩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生活中我是个特别闷的人 比朴树强不了多少 做这个公益 它其实是被一方被很多人监督 一方被很多人需要 那么多人 而且你去不同的地方 眼睛看到那些不同人对你的需要 这种巨大的被需要的感觉 说实话这是一种自满 不客气地说 这也是一种虚荣 我看到那些可怜的人 我爱他们真的 就这样 你问过自己吗 就是你 你是那么多爱 你要给那么多人的爱 这哪来的呀 是天生的吗 是一种什么东西 来这么多爱呢 这个因为不是一个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天生还是占一部分 当然我从小这个失去这个父爱和母爱 也是一部分 我从小就我奶奶待大的 她在北京胡同里卖冰棍 推车什么的 我奶奶她是有精神内核的人 她非常的有骨气 非常刚 我觉得她是一个 这辈子让我特别敬佩的人 我从成都到了北京 还是那段历史不想讲 因为觉得特别讨好的那种 让别人决着你 我都可怜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可怜 对 我的命运就该如此 但是有件事 我为什么要再说一遍 我必须说它是因为 我有今天 能成今天这个样子 能做公益 绕不开它 对 它是一个 起源 就是我到北京来 然后那个 我那时候还住在 前门大街 长江三角 22号 我奶奶带我在大日大 买东西 然后过来要饭老头 我奶奶拉着我老头过来 就要饭嘛 就求你给点饭 我看那老头 我奶奶拉着我 我们就把钱走了 走两步 我奶奶说 说这个大红 你兜里是有两毛钱吧 我说 你怎么知道 这前两天 五分五分的 你也没花攒着 我约本的 你得有两毛钱 我说 然后我奶奶说 刚那要饭那老爷爷 为什么不给人家 我当时愣了 反正就自己斗争了 两秒钟 我就把我奶奶手撒开 回头追那爷爷 追完了以后 我把那钱 哗 拿出来 我说 爷爷 这钱我刚才就应该给您 然后我怕一鞠躬 对不起您了 掉头往回跑 我看见我奶奶 就这一个镜头 我含红做公益到今天 就为这一大幕哥 二十年了 我做公益 爱谁谁 谁说 好 不好 把你说成英雄 把你说成三孙子 把你说成骗子 攻击你 诋毁你 那一刻 我一言不发 我不是个怂人 我就这个 我只因为这个 当我想发火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想 那不远处 那个老太太 我什么都没说 我是条汉子 把他们问导演 怎么想的 陈天他们呢 十年前 您救过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 他现在自己好 因为当时我在央视 小男孩 他在央视门口 他爸抱着他 就一直流鼻血 也没有人管 后来我们就 给他拍了那个 照片发的微博上 那微博上 那小男孩当时是三岁多 然后十年过去了 他就因为您当时 给他捐款 然后还找了医院 现在长得特别高 特别大就很好 就跟您说一下 那个事情 他叫什么名字 叫王健新 他是哪儿的 河北的 他为什么会让我帮了他 当时是因为在微博上 就是发了他的照片嘛 就是说一个正在流血的 小男孩 然后呢 您当时给他捐款了 那应该不是我们基金会 是我个人的 是个人的 因为那个时候 基金会应该还没有成立 是11年 11年 应该那就是个人了 那那男孩现在 跟我儿子一般大 应该是15岁 都动人的故事 小小的焦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给你带一个东西 这我帮你收你的笔记 最初是你的吗 这个 这样你看 这怎么回事的 但是这 天哪 这不是我的字吧 不知道 我在 我们在孔福斯网上 找到的一个 别人说是你的笔记 是你的笔记吗 我要好好看一下啊 不着急 慢慢看 哦 天哪 他当成孟哥这个电话 可是对的呀 信息是对的是吧 是 嗯 嗯 这为什么会是我的呢 这是丢失的 对不对 这电话应该是对的 是不是 这电话真是对的 嗯 嗯 这是我的 关于恒歌谋 看来是我的 嗯 还有你的评语 对你的 啊 往后翻了 这好像是是是是我的 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呀 嗯 我们也不至可否 好家伙 I guess 你把刘 这些历史 这个是我已经那个 入中国音乐学院了 嗯 这绝对是八六年的 对 你看这本是八五年的本 哦 对 这是我上学八七年 嗯 上课的笔记 为什么会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 散落到这个 人间了是吧 对 天呐 嗯 还行 卖两千块钱 可以吧 嗯 你问他还有什么 我帮你再找找 咱都买了 好 哎呦 把你找找 哎呦 天呐 我真的全忘了呀 你看你看看 啊 我的天 嗯 你看但是最初 选音乐的开始嘛 哦 乐历 就 就都能忘了你知道吗 都忘了 那时候对人生未来是什么呢 想象吗 就想着当兵 唱歌 我当时音乐学上想唱 他是变成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歌手呢 或者有 有一个 那是我的一个 偶像吗 嗯 偶像啊 对啊 必须有八名啊 他的歌我都会唱 走血演出 就是在一块 然后我就老在旁边听他唱 咱们听首他的歌吧 那我们听首《思念》吧 好多年能听吗 思念 能听吗 就是老歌思念 对啊 我很多年被听了 你点这歌真的太老了 配这本 配这本 哇 这句特别有名 老时髦的 嗯 好多年轻 十八四年级 压在我心头 那时候你走去 你唱什么歌啊 就也是这些 也是这些 对 这歌你肯定没听过 《爱的死去活来》 你听过吗 这也是我演出唱过的歌 这歌名 特别那个年代 《爱的死去活来》 这谁写的 不认识 不认识 小舞台 小舞台 人世间 人世间 多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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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中爱 岂多欢乐 悲哀 十八 一会后面有一段 非常高的地方 你听不见 那会儿演出就怕唱那儿 怕唱破了 不奢望未来 爱情不是忍耐 爱情不是忍耐 也不是等待 要爱的明明拜拜 要爱的世事干债 要爱的痛痛快快 要爱的死去活来 你看靠谱吗 这歌 词曲得好可爱啊 你看靠谱靠谱 给他发个信 你这样含着死他了 我现在在做一采访 人家问我原来听谁的歌 偶像是谁啊 Money 你都会唱什么歌 要爱的明明白白 太逗了 我们真的是从年轻 就是好哥吗 现在 跟我做公益好几年了 以前说 我现在归我管 这徐荣卿得到巨大的满足 是吧 巨大满足啊 哎呀 这本子真是 怎么还 现在看来还是有人 捡到过我的东西 那那时候也是一个 不断地遇到各种挫败的 那个年纪吗 对 因为参加大奖赛 从来都没没进过决赛 很多小孩都这么多挫败脸 他就 你都放弃了 今天好像还 还能有见往前 我确实 从未想过 我不唱歌了 甚至是有老师劝 你干点别的 嗯 因为你看 你那个小胖子 形象又不好 个儿矮 长得也不好 所以 你们会刷掉我 那我就努力 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顾及不上看我的面容 就会被这歌声吸引 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我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做到了 嗯 对 但是唱歌也有不好的 就是 人家都知道你唱得好 谁也不去关心 那歌是谁写的 其实那些都是我写的 包括好多人都不相信 梁洪的作曲是我 四十五一票房 怎么也得有我点贡献啊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 开始有写歌的冲动是 一上学开始有吗 写歌那太简单了吧 上学就写歌了 雪鱼光芒这第一张专辑 都是在1987年的时候 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 写的 写歌好像始终对我来说 没有特别难 五年前我开始对 萧斯塔科维奇 产生巨大的兴趣 从小没怎么接触过古典音乐 我们家穷也埋不起钢琴 为什么是从 萧斯塔科维奇开始 什么契机呢 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有相似之处 我特别 我大学时候读过一本 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 哇 太动人了 我也看过 那个自传吧 对 特别好看 然后他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之下 然后那个 哇 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说你不觉得像我吗 所以这不是回到刚才了吗 对 我说我一直在装锋脉上 但是在古典音乐领域里面 还是不敢造次的 古典音乐太深奥了 就我现在这个 算是雏鸟一只啊 热爱古典 那就写呗 敢写 勇宜写 我很喜欢你做那个陈雾的 哎呦 太好了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旅程 我觉得很喜欢 四重奏 如果你要听过 我那四个乐章的东西 你应该有所感悟 嗯 你听陈雾那才是最好的 放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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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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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的手 我特别的满意 我这也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都玩了 多好 多开心 这普对我来说简直天书 好羡慕 天书 今天是不是很顺利很快 什么感觉 对 所以我说就是找到一个对的 谢谢 找到一个对的 然后适合自己的到你家 他特别懂我 所以他很快 这张什么时候开始发售 很快 希望能年底 好 所以一张黑胶 期待 我今天也很兴奋也很幸福 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第一张钢琴专辑结束了 全部录制完成 这样的话 在我的自己的作业里面 就有一张戏乐的管弦乐作品 然后一张电影的配乐作品 一部音乐剧的全剧作曲作品 然后一张钢琴的作品 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典音乐家 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现在就是自己 可以任性了 我就把我后半辈子挣了的钱 都花在古典音乐上 我听着都开心 真好 我怎么不能让自己撒撒花呢 是 对吧 那一部管弦乐作品 写了三年零七个月 这个钢琴套曲又是一个三年 所以大家为什么看不见我 我都在干这个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挺满足的 行 这差不多了 好的 谢谢你 没关系 很开心 关键跟你一块听了那么多音乐 对 因为上次我一次听到采访 你说你特别喜欢那个Sugarman 小唐人 我特别喜欢那个季节 是吗 我爱死那个了 小唐人是吧 对啊 而且我很想去见见那个人 对吧 我非常欣赏他 特别欣赏他 而且他很高贵 是吧 很高贵 他后来他不是在南非成为一个Superstar吗 对对对 但其实他对他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 他始终在自己的一个节奏里面 对 他回到美国 他还是跟那个普通人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 我能不能占您的宝地说两句话 你快个实际说 随便说 就我特别感谢那个 好多非常优秀的这些记者也好 深度访谈节目的这些老师们 谢谢你们看得起老韩 然后如果我拒绝了您的访问 您别介意 我会把我自己埋得更深一点 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拿最好的作品来送给大家 可能不是歌声的 但一定会是我的管弦音乐作品 曲乐作品 古典音乐作品 因为我深深地看到并相信 古典音乐可以治愈人心 谢谢 谢谢徐老师 也谢谢十三腰的兄弟们 你们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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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把我冻坏了 真的 冻得我在叠叠的了 走了 好吗 我真的你家鞋满了有点账 这鞋到底怎么样 心情很不错 很不错 好像音色还挺好听的 好不错 好不错 买不齐 君说你家鞋满了 对 就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廷外 孤岛边 放作明天 黄泡浮了地上墙 西洋山外山 黄泡浮了地指甲 指甲的灵魂 黄泡浮了地指甲 指甲的灵魂 黄泡浮了地指甲 孤岛边 匿名 鱼泡浮了地指甲 指甲的灵魂 远生而不心不保值 远未能智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